紐約州檢察總長詹樂俠週三 呼籲紐約市警局公平的處理社交距離的執法 詹樂俠表示 紐約市警在執法中存在明顯的不平等 在非裔和西語裔社區的執法方式 和白人社區有明顯區別 他指出目前有民眾派到警察 對違反社交距離 並無視警察口頭警告的非裔民眾 使用了爭議性的暴力逮捕 而在白人居民為多數的社區 警察則更偏重開罰單而不是逮捕 甚至在公園裡給違反者提供免費的口罩 警察局長西亞則在週三為警員辯護 稱警員的工作有一定的危險和壓力 並希望民眾能理解警察工作的難度 從這個警察部門裡 而我作為警察部門 並不會抵抗的力量 並不會抵抗不抵抗的行動 但我也不會把我的警察部門 稱為為瘋狂的警察部門 警局發言人則表示 檢察總長是紐約州首席執法官員 紐約市警定會和檢察長辦公室保持合作 新唐人記者韓瑞 紐約報導